嗯,大家好,那我们上一节课呢,已经讲了一个博客,就是说我们在本机上呢,自己来搭建了一个博客 那这一节课呢,呃,我们还是继续讲这些主流的部署方式 这一节课要讲的是Django,呃,还有Mod,WSGI,还有Apaq这种这种组合 因为我们上次,呃,配置的那个在本机上运行的,那个,虽然说博客呢,他确实是可以访问了 但是,呃,并没有什么卵用啊,因为对我们真正部署到,呃,生产环境里面呢,肯定是要用到服务器 那这一节课呢,任务比较重,因为,呃,因为这里面有好多编译的,要从原码里面编译安装的 而且呢,我们是需要一步一步的教大家,那大家呢,就一步一步的跟我做 那其中有一些正在编译的可能会,我们就跳到,另外打开一个控制台 另外在同同同时执行另外一些命令 那我们还是继续上一节课的,呃,同样的环境 就是,呃,上次的博,呃,博客大剑王之后的环境 打开虚拟机 那首先呢,我们上次的环境,如果大家是重启虚拟机的话 还是需要,呃,把,把那个MySQL这个服务把它启动起来 因为我们一会儿要访问MySQL 所以首先 这里可以是start也可以restart啊,因为我要确保你们的MySQL已经启动了 那我这边呢,没有,一直没有逛机,那它就是一直启动着的 然后呢,首先第一点,当然我们是要先装阿帕奇了 阿帕奇呢,就是命令也比较简单啊 那直接用yum安装就可以啦,yum install httpd,httpd,呃,devil 应该是这样 那加上-y命令,它就 不会,不用去回答yes,no 这样呢,它就自己安装了阿帕奇,非常方便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呃,阿帕奇这样安装完之后呢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它 呃,下一次电脑起,呃,这个系统启动呢 我们需要它跟着我们系统呃,自动的启动 那我们这里呢,需要一些配置 那这安装也是比较慢 但是没办法 那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一,呃,之前我们 自己手动来编译安装python的时候 呃,在这一节课里面呢,我们python又要重新编译一次 因为我们之前少了一个标记,就是说生成一个共享库的标记 这一次要重新编译 那我们装完了阿帕奇 做一些配置 chkconfig 呃,httpd on 这样呢,意思就是说 下次启动的时候呢,你自动就启动了啊 不用我们手动去启动它 然后呢,再加一个命令,就是 现在我们就自己来起,这一次因为还没重启嘛 那这一次我们就手动来启动它 ok,我们现在可以,已经可以浏览一下看看localhost 那这是,大家应该知道,这是阿帕奇的默认页面 呃,默认的欢迎页面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重新编译之前的那个python python3.4.3 我们在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第一节课准备黄径的时候呢 已经把它解压了,并且呢,编译安装了 那这一次,我们就直接到这个解压后的目录 那要做什么,要输入一个make clean的命令 这个命令呢,是把之前编译过的那些 呃,历史啊什么的,把它清除掉 这一步也是比较重要啊 或者要不你干脆把这个整个目录上掉,重新解压也行 然后呢,我们来编译它 呃,我再说一次,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要重新编译 是因为我装到后面,我发现 装wsgi,我发现之前少了这个标记的话呢 就少了一个共享库 那么我们的实验就没办法继续了 所以大家呢,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做 那我们接下来 来给它一个标记 注意,我们之前是config,然后make install 但是这一次呢,config之后,后面要加一个标记 刚刚enable share 加上这个标记呢,它会生成一个共享库 这个共享库呢,是后面呃,wsgi需要用到的 那python呢,本身它编译非常非常久 我们可以让它一边编译 我们一边来讲一下其他的东西 因为我们呃,课程限时是20分钟 但是我觉得这一节课呢,没有30分钟是绝对讲不完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编辑一个文件 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要编辑这个文件 这边呢,是已经config完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make 让它编译 那这边我们一边来编辑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是告诉程序说 我们的共享库目录在哪里 那我们需要,因为我们python是自己在编译过的 那一会儿它会找不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给它这个文件呢 在后面再加上一句话 这一步也是必须做的 不然后面会有错误 就说找不到库啊什么的 加上这一句话啊 保存 保存起来之后呢 我们未来的让它生效呢 还需要再执行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 当然我们呃 等python的编译好之后 我们再来执行啊 大家跟我一步一步的做就可以了 那我们呃 需要用到阿帕奇还有呢 呃 wsgi还有django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协作起来呢 我们都知道啊 django底下会自动生成一个wsgi的文件 呃 这个文件呢 其实就是wsgi跟django之间的相当于一个桥梁 它执行所有的这些呃 呃程程序呢都是交给wsgi去处理 然后呢 阿帕奇跟wsgi之间呢 又是怎么沟通的呢 是通过另外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自己手动来建立一个配置文件 让阿帕奇去读 他就知道怎么跟wsgi沟通 那这个文件呢 我们也是要手动建立的 我们将它建立在我们之前的那个blog blogproject底下的目录 就是 就是这个目录 那我们现在就来建立这个文件 我用vi来编辑啊 如果对vi这个命令呢 不太vi这些用法不太熟悉 大家可以自己去学一学 这是必须学会的技能 好 那这边呢 Python已经是make完了 那我们就make install 让它安装 这边我们继续编辑这个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是放在blogproject底下啊 那这个文件呢 我这个课件里面呢 有一个详细的 每一行 所有都是详细的写出来了啊 他这个 其实他的语法呢 跟阿帕奇本身默认的一个配置文件 httpd.config 是一样的 那他的意思呢 也差不多 我回头会给大家呢 做一个介绍 反正我们现在呢 先把课件里面这一段配置呢 把它拷贝进来 先保存 那保存起来 我这里就要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了啊 这个配置文件呢 首先第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看看有没有安装modewsgi modewsgi呢 如果有安装的话呢 就执行下面这些配置 下面这些配置是什么意思 首先socket prefix就是 指的是我们这个程序呢 应该用哪个socket 仿正你知道这个东西是用哪个socket就行了 它的前缀 等会呢 我们运行的话呢 也可以去run var run 这底下呢 看看它那个socket文件 那alive是别名了啊 别名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访问downloads 就是在我们的链接里面访问downloads 那去哪里找去系统里面的这个地址找 我们如果打开上一节课的博客的原代码 大家也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uploads 和static 静态文件的文件夹 那这两个其实就是别名了 那接下来呢是directory这个标签呢 意思就是说 我后面我这个目录呢是给予什么权限啊 你可以拒绝也可以允许 那我们这里呢是允许他去访问的apache 去访问这些目录 所有的读写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哎下面有一句注释起来的这一句话呢 呃其实它是apache2.4之后的新的写法 这一句话可以代替这上面这两句 但是呢他只是在2.4之后才有用 也就说我们现在装的这个apache是2.2 所以我把这句话注释掉注释起来 而是用这上面这两句 那如果你用的apache呢是2.4之后的 那你就必须把这上面这两句商调 把下面这一句呢用上来 他们之间是等价的 但是榜本呃不同榜本要 他的写法不一样而已 所以我顺便把它注释起来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那下面这几个directory呢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给wsgi.py这个文件的权限 那后面呢这个这个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把wsgi呢当成一个服务的进程 那这后面这个名字呢可以包括这个都是我自己写进去的啊 它本身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然后呢这边呃有一个python pass等于什么什么 第一个是我们的项目的路径了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 大家看这个size packages应该也知道啊 这是我们安装django的那个路径 然后user等于阿帕奇group等于阿帕奇 意思就是说用用阿帕奇这个用户用阿帕奇这个组 来启动wsgi 最后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指定wsgi在哪个地方 在我们项目目录的哪个地方要给他绝对的路径 那这里要注意这里有个空格啊 在空格前面是一个斜杠意思就是访问根目录 那么就他就直接去找这个wsgi 那这个配置文件呢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python是不是已经装完了 有没有成功的安装 呃这边已经成功的安装好了 也就说我们现在呢重新的编译了python3.4.3 然后重新呃已经生成重新安装了一遍 那我们继续刚才的刚才我们编辑了一个文件 然后给他后面加了个路径 那我们还需要再执行一次这条命令 来让他生效 那么我们直接就执行这条命令 执行完之后会怎么样呢他会把这些 呃 反正我们的python 上他会生成一个共享库 然后我们后面就可以直接用了啊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事情要做就是有一个呃 在linux底下有一个叫se linux的的模块 这个模块是管服务器的一些安全啊权限啊什么的 这个东西呃非常非常的防 非常造成很多问题哈 我们这里打算把它关掉 当然也许有一些其他的办法 但是他确实很防 我我我决定把它干掉 那这里呢就我们来编辑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在课件里面有大家看一看啊 然后把这里面呢有一句叫se linux等于inforcing 把这一个inforcing呢去掉改成disable 保存 退出 啊这一个 那这样改动之后呢并不能马上生效 并不能马上生效 他是我记得他是需要重启之后才能生效 那好像要让他立即生效的 好像是有一个命令叫inforcing0还是什么 se linux等于0 那仿正就是再输入一个命令 这个就是马上生效的 但是 你不能当成用这一句话 我们必须 编辑这个配置文件 这样才能永久的生效 那这一个呢就是临时让他呃 让他临时让他失效 那我就就是这样 那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 配置文件 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让阿帕奇知道 呃来读这个配置 那我们就打开阿帕奇的配置文件 大家知道阿帕奇的配置文件在 呃 etc httpd 呃 好像有个 config 目录httpd.com 这个是阿帕奇的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呢 我们在他最底下 呃最底下 最底下 最底下的命令是冒号 这叫dollar啊 这个是vi的命令 大家可以学一下vi 这是必须要掌握的技能 然后呢我们就 给他加两句 这两句话在这一个地方 我们把它保存起来 保存之后呢 呃 我们首先当然就是想重启一下阿帕奇了 看看 呃 service httpd start 嗯 是怎么没看到ok的提示呢 ok还是失败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呃 他没找到 啊 没找到modewsgi啊 这个是因为我们刚才还漏了一步啊 我们的modewsgi呢 还没有去编译安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我们现在呢 我在客舰那个共享里面呢 也够把这个modewsgi的安装包呢 顺便也共享出来了 这个呢我们就用之前的ta命令z xbfmode 先把它解压 然后呢 cd到modewsgi的安装的目录 解压后的目录 那这里呢也是 还是老上样啊 就是.config 然后呢 来 当然我希望这里是成功的 因为这个 从圆码去安装的话呢 呃 其实经常是会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你要学会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 ok 就顺利的安装了 那我们 再重新启动一下apache service httpd restart 呃他现在呢 又提示一个错误 就是他没有 他对这个配置文件没有没有 权限去访问 那这个问题呢 我需要 呃给大家讲一下原因哈 这个 呃原因就是我们的 Linux系统跟Windows不一样 Linux系统有一些比较严格的权限控制 呃我们刚才说的这个wsgi呢 我们是 他启动他的用户呢 是 呃 apache还有apache这个组 但是我们刚才的这些文件呢 都是用loots的用户 也就管理员账号来生成的 那这样的话呢 他apache的用户本来就没有权限去访问的 所以我们这里呢 一个是要 呃 首先我们要改变一下 这个目录整个block project 这个目录的使用值 也就是说拥有拥有者 用这个chown wn apache apache 呃 这边加个-r 意思就是说地归的 应用于这个目录 还有他底下所有的目录和文件 然后呢 block project 这样呢 这个这个目录的用 用户呢 就变成apache 这个用户 还有apache这个组 他不再是loots 这属于这个 这样他apache的用户才有权限去访问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给他一些权限 chmod 这个chmod 是改变他的呃 权限 也就是说他哪哪些组拥有毒啊 拥有血啊 这样的 那我们给他-r的标记 意思就是说地归的应用到他 还有他的指目录 755呢 大家知道7意思就是说 呃 他有毒血执行的权限 也就是说对于管理员账号 那用 还有拥有纸还有其他的都是毒血 这样修改之后呢 这个权限基本应该就是不会有问题了 但是我们知道即使这样 他的附目录呃 啊 附目录应该也是有权限的 附目录就是送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我们也需要给他 给他修改一下权限 因为如果他附目录没有毒毒血权限 你指目录有也是没用的 那我现在给他也是755 不用-r了啊 755 送这个目录 同样应用于home一直到根目录 也就是说一直 但是我们 目前呃 之所以是这样 是因为我们的博客圆码刚好就是放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真正部署呢 也可能我们的博客圆码就放在根目录底下 也可能是放在 呃 www 这目录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反正他的附目录 我们也让他改成755 就这样的权限 这样保证我们后面呢 后面这个 保证我们后面这边呢 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现在重新再启动一次阿帕奇 嗯 这样就没什么道理了啊 我现在呢 我现在看一下他的权限 那边 home 呃 路 这样也不对 那么我看看现在还差什么 这边都已经安装完了 唯一比较大的可能呢 是这个sed呢 我现在让他重启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呢 是关闭了他 但是呢 我们还没重启 所以等于是用了一个可以临时生效的 那我们现在就让他重启一下 然后再看 我们就做完这些应用之后呢 我们就重启 那我们今天的实验的目的呢 就是首先我们要弄好这些 呃 mode wsgi 啊 这些东西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还想 呃 把这个博客也把它做好 就是说配置到他呃 跟在本本期上访问一样 那今天这一节课呢 那今天这一节课呢 是呃 可能是这么多课里面呢 需要花的时间最长的 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 所以大家呢 要一定要认真的 呃 一句一句的跟着老师的课件 还有老师的视频呢 一步一步的去做 那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重启好了 我现在登录进去 正常来说呢 我们呃 呃 管理这服务器呢 不会动 不会动不动 就就用管理员账号啊 那我们这边呢 是为了掩饰的时候 避免一些权限的问题啊 什么的 那我们现在呢 嗯 啊大家可以看到 呃 阿帕奇终于 起来了 阿帕奇起来之后呢 会 他会去读我们的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呢 会告诉他 呃 用mawwsgi的模块呢 去跟他 跟我们的django里面的maww 呃 呃 wsgi的文件去沟通 那我们的wsgi呢 又跟我们的django呢 来沟通这样呢 就相当于说 呃 建立起一个桥梁 那我们现在呢 先访问一下localhost 看是什么鸟样 这里呢 很明显就有一个错误 那要怎么看错误的原因呢 呃 大家应该也知道 就是看 呃 日字啊 阿帕奇的日字 放在varlog httpd 呃 我们看一下他错误日字 错误日字 这里有提示 首先呢这些 提示这些文件找不到啊 没有找到这些 我们记得 之前编辑settings.py的时候呢 有见过这些东西 如果你们有仔细去看的话 我们现在打开来 嗯 呃 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 第二个block project里面啊 它底下 反正我们编辑一下block project 底下的settings.py 还是用回那个管理员吧 因为我怕没权限 我一会再把它改回来 但是大家要记住就是我们编辑文件之后呢 它又所有者又变成管理员了 等一会我们又得把它再改一改 那么现在呢就是 修改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 也说在文件末尾这里呢 有很多配置就说日字写在哪里啊 哪些东西写在哪里 那这个路径呢 它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 呃 Jango本地上来跑 我们用阿帕奇 那我们这里呢 需要给它改成绝对路径 它才能找到 绝对路径呢 我们 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在这里 给它改成based based 大家也知道啊 就是我们的项目的路径 这样改 这样的绝对路径 它就应该就不会找不到了 还有这个 这里有好几个日字文件 都是用相对路径 那这样呢是 部署起来是有问题的 based 再加上啊 这前面再加上一个杠啊 斜杠 不然是错的 这个也是前面也要加上一个杠 based 还有这上面的 我们现在呢是要 一步一步的来 让这个博客呢 用在我们新的配置下面呢 跑起来 那这些错误呢 就要一个一个把它解决了 所以我就说这节课会比较长 是没办法的事情 保存 这样呢 这样呢 我们再访问一下看看 我们再看一下抽抽的日子 重启一下 Apache的服务吧 然后我们再reload ok 这一次呢 他说的是MySQL Server连不上 那说明啊 我们的MySQL Server呢 还没启动 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要serviceMySQL Dstart 这样呢 就把MySQL的服务启动 顺便呢 那我们也做一下配置 让MySQL呢 以后自动的 启动 开机就自己启动 这样 那再重新试一下 啊 这一次呢可以访问了 但是你不要高兴的太早 就说 呃 现在我们表面上 现在可以访问了 主页 我们通过Apache 来访问主页 但是 这里呢 我们 试一下 访问一下后台 那 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 之前我们上一节课 是 这个后台呢是好的 可以直接登录啊 也可以操作 那这一次为什么 他是这样的 其实他是缺乏那些静态文件 我们现在呢 就打开来看一下 Static 那只能看到这些文件 其实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们的 后台 他的静态文件不在这里 他是在我们的 Django所在的 安装目录底下 有一个admin 那我们要怎么让这些 静态文件呢 能跑到这边来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上一节课 搭建的时候 为什么就没有这种问题呢 其实是这样的 上一节课呢 我们是用Django 在本地上跑 呃 那么他自动呢 他会去把这些admin 所谓admin呢 我可以给大家讲详细一点啊 我说的那个打印的命令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打印我们的 Django 安装在哪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底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里面呢 就有一个admin 那底下就有这些 然后呢 在呃 我记得是在 tp tp 是在这底下 呃 contribute 底下有个admin 那它的静态文件呢 其实反正就是放在这些目录里面 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些静态文件呢 弄到我们这边的static 就是这个static里面呢 它是有一个命令 叫 pythonmanage.pycollectsstatic 这个命令呢 是用来把这些也就是说后端 所用到的静态文件呢 把它收集到static这个目录 也就是说我们 那我们执行一下 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它说static roots 这个东西没有配置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它的配置文件 也许这个配置文件呢 确实是漏了 这博客的配置文件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static 这边确实是没有 这边只有一个static url 然后呢 static filters media url media roots 少了一个 static roots 那配置成什么呢 我们给它 当然它这个root是要绝对路径的 所以我们呢 就像下面的media root一样 只是把这里改成 collected 当然这个也是可以随便起的 那它 那它最后呢 就会生成到我们的项目 项目的路径底下的 也就是说跟upload啊 static是同并并列的一个目录 叫collected 我们再把它保存起来 这一次呢 我们重新执行刚才这条命令 它就会问你要不要继续啊 这不是废话吗 肯定是要继续的嘛 那我们就继续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多了一个collected collected这个目录呢 它是把我们所有用到的东西 包括后台前台 这些都放到里面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跟刚才的static相比呢 它多了一个admin 这个admin目录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其实也是一些 也是一些文件啊 Js啊什么的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admin呢 放到这个static下面才可以访问嘛 那我们就 我们就用mb这个命令来把它移动到 上一层的static底下 这条命令就会把这个admin呢 从这个目录移动到上一 这个目录上一层的static 也就是说static 上一层再cdstatic 这次我们可以看到admin在这里了 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一直用超级管理员的用户来做这些操作 这些文件早就已经 它所属的 早就已经属于超级管理员用户了 那我们还是要转回去再给它配置成 再执行一下刚才那条命令啊 让它属于apache这个用户 apache这个组 然后呢 来确保它等会 apache可以来读写它 好那我们再重启一下apache 再重新试一下 localhost有没有问题 没有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admin有没有问题 也没有了 我们试一下来再来增加一个文章吧 增加一个文章 标题是随便打一张数字啊 一二 当然这里我 也没什么必要去写什么了 tag 加一个标签吧 然后呢我们就去就去前台那里看一下 保证啊这边的文章已经可以了 OK那我们今天这一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呃今天讲的就是用apache mode wsgi 呃来 搭建我们 一个环境 上一节课的环境呢是在本地是没什么卵用 那这一节课这个呢是对于中 中小型网站呢是可以胜任的呃这也是 django呢官方推荐的一种配置就是说呃 wsgi再加上apache 那下一节课呢我们要讲的是呃 django还有ngins这个搭配还有wsgi这样的搭配呃 下一节课呢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课程那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